基策成绩放榜了 今年的作文题目是 影响生活的一项发明 有一位女学生呢 她写的是卫生纸 结果呢成为今年第一名的作文样本 顶着标准学生头 专心坐在桌前写作文 她就是今年拿下 国中作文基策满分的周子蓉 靠着卫生纸当作题材 也让她的作文成功博得评审的心 这就是因为我们考场中有一个我的同学 他可能鼻子不舒服 我在写敌涕 然后听到他的声音 我就突然想到 没错就是这一张张的卫生纸 让邱子蓉突发奇想 因为过去读国小时 曾经忘记带她去厕所 害得邱子蓉陷入窘境 因此她在作文里 把卫生纸比喻成 最有影响力的发明 还形容自己当时 一头栽进难以抽收的漩涡 等待卫生纸来着衣 字字句句独特见解 成为评审最青睐的样本文章 喜欢的时候会担心说 会不会这种题目不太震惊 或者评审不太习惯 就是会蛮受宠若惊的 从高二开始 一周一篇作文练习 邱子蓉拿下总成绩412分 顺利进军第一志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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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开光国文 作文就有3954人拿下满分 不过还是有2543人学生抱着鸭蛋回家 有学生甚至搞怪要老师先按赞才能看作文 让乐俊老师只能在口卷上无奈画上大圈圈 绝对今晚零一期讲迹台北采访吧